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整治经济、文化、娱乐产业、公共知识分子、网络产业 经济最主要是电子商务、网络买卖 尤其针对阿里巴巴、腾讯 及周边有份结盟或伙伴相关的企业 所以这两大战场里面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里面有千丝万留的关系 陶生的意思是看似毫无关系的不同板块 但实际里面或后面有关系和紧靠着 例如文化这一刻 本来我们看到这些叫吴逆法、赵薇 这些好像是影视娱乐的红色 或者以为只是艺人的私德 或者他们的门衰 跟着今天正式点名大陆的公共知识分子 网红这些所谓的大V 一个叫高晓虫 这些是在大陆的极红的 这些叫网络文化评论人 罗振宇、高晓虫 这两个都是属于所谓的自由派 但这两个人除了他们长期在宣传西方文化如何好 还有一条口实扭住 说他们做这些大陆企业的代理人 所以一个是言论 一个有可能涉及一些经济违规 或者涉及这些甚至是犯罪 那你再扣上这个叫赵薇和这个郑爽 那在租的就是在经济和钱、税务那里 叫开这个板块 然后就借着这些板块清查后面 这些大企业 这些叫IT大企业 这些龙头大亨的关系 包括这个叫阿里巴巴 所以这场大战是内战 那是不是构成文化大革命呢 以及是不是构成所谓的均富 财富之下的所谓的第二次共产 我相信在这里这分钟就未至于 所以不需要在这分钟太过恐慌 不过香港的商界和特区政府 要密切留意 因为你是一国两制 如果一场在大陆这么深入的 影响到它的经济文化结构 这么深的一场全国的运动 有几大程度会影响到香港呢 那香港的一国两制如何运作呢 例如高晓松、罗振宇这些 他们向来的言论在大陆都经过审查 那些奇巴雪这些网络论坛 这些是不涉及国家安全 是不是 不涉及颠覆 他们只不过说一些文化、历史 甚至是旅游、消费这些 但是不是的 慢慢就和一些大的品牌 就有少少挂勾 但其实高晓松 他被人指望他崇美、贵美 崇美是否说崇美、精日 这些就是一种思想或价值观 我知大陆如何说他的事 现在问题是香港 所以就是崇美、精日、赵薇 被人说二十年前穿过一件太阳旗的衣服 这些在大陆就算崇美、精日 都不是犯法 没有一条这样的罪 如果要犯法 但是构成一种小粉红的 类似文革、红卫兵式的政治批判 这些网络批判 这些网络批判完全是搞笑 不是搞笑 完全是我们在外面缺乏理性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特别是针对所谓的饭圈 即是那些粉丝的群 在互相拉黑 或者制造那种舆论的力量 可以左右大局 可以令到一个艺人生或者死 而背后这个生和死 就牵涉到那些大品牌的实际利益 当你有二三千万的粉丝 你刚才提及阿里 或者一些腾讯 亦都是因为他们本身 不只是一个网络的龙头 而背后他们的产业 是一条龙的产业 譬如说阿里曾经是影业 更加不要说他的电商 那些大到无论 腾讯也是 腾讯背后也有他的 电子游戏 网络平台 游戏平台 这些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权力 这个权力是可以操控人心 这个权力才是罪的根源 不是在乎你赚钱 你掌控了一种左右人心的能力 这些艺人 这些电商 这些网络平台 这些游戏 这些游戏 你完全是可以超越政府 所以这里有主有货 我们分清楚 不是表面那一阵涂碎 什么 什么 灵炮 当然是影响到中国下一代的气质和风貌 精神面貌的问题 这些尚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既然现在六亿人每日是一千元 十亿每月平均 六亿每月平均是一千元 李克强说的 十亿平均是两千元 但你看看这些全国财富 是垄断在百分之一至二 这些人口里面 还有 这个不止是阿里巴巴和腾讯 其他还有一个美团 是负责全国的饮食速递网络 还有一个叫京都 京东 是专买这些全国家居电器 什么都有 还有滴滴出行 就是的士和Uber 是吧 这些美团 滴滴 这些京东 这些 再和其他的阿里巴巴 如果在腾讯里面 是大家结盟 股票是互相收购 形成一种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係 变成中国现在形成一个 这些全部是手提电话引起的 我们这几年都已不断在这个问题上 不断在反复提醒 当你这个高科技进步得太快 而在中国一个这样的中央集权 缺乏道德信仰 也缺乏健全法治去监管 而且当你勾结上正当的 正确的关係 你就可以不止是中jackpot 六合彩 可以说头掌年中一百次 这种造成一种财富高度膨胀 跟着就是企业的垄断 这个最终必定是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 所以正正我刚才所补充的就是 表面上是钱或娱乐文化问题 背后是权力问题 你这几家十几家 一条龙包揽中国人十四亿人的 衣食住行 教育补习 你说我要动不动你 这个我们去年都已经讲过 这个类似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亚马逊 Facebook Twitter 这些集中在一班三四十岁 包括珠黑白格在内这班 这样的金融网络财阀的手上 他们就可以翻文覆语 包括在大选期间 随意 可以封谁的账号 封了唐唐总统的账号 不让他说话 但是可以为塔利班开通言论 这些畸形的垄断 我们光明地都看到 你说共产党看不看到 你今天美国随时明天就是中国 还有整个荷里活 支持拜登 这个影艺的力量是很大的 现在你们这些饭圈 或者这些明星 那么有钱 现在美国趋不上 因为三权分立 有国会 又有宪法 但是中共搞不成 好事 他说一国一升令下数 就数 没有什么国会 什么新闻言论金 你在美国 你试一下 现在特朗普都被人边缘化 对不对 我看到英文书 很多左翼知识分子 出的那些书 讲这几年美国的现状 将特朗普 Steve Bannon Fox TV 和所谓的Deep Stay 全部捆绑 捆绑 捆绑 做一种妖魔化的 右翼思想意识大本役 有他讲也没有你讲 你看看所谓的右翼 包括基督教福音派 保守主义那些 在美国的舆论市场 包括网络 是处下风的 因为网络和IT 一定是年轻人 创新者的怀疑 而所谓的保守主义 对于新出现的高科技 必定是有 不要说抗拒 保留 保留 会不会发展得太快 如果太快 对于伦理道德的冲击又如何 或是那些比较保守的宗教 会想到 你会不会挑战上帝的权力 对 这是由理彩开始 19世纪黑衰黎 是理彩开始 他们已经争论这个问题 到了现在 真是 这个IT和手机网络 这个叫科学怪人 你发明了一个超级的恶魔 然后反过来吞噬 还有未来就是AI 对 还有AI和大数据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这两年 不断已经说 这样的步伐 这么快速 人是跟不上去 人的思想和意志跟不上去 这就是成为 2001年太空漫游 电脑控制 甚至是统治 甚至是谋杀人类的恶梦开始 嗯 没错 所以这个版本 在中国大陆 是以另一种形式上演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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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谋到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 enough is enough 他要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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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理由 第一 经济财富垄断 第二 第二 就是搞到辆炮 搞到这群粉团 各个都不无正业 全部去追捧这些毫无知识 和没有内涵的这些所谓小鲜肉的偶像 是吧 是吧 第三 就是这些小鲜肉的偶像 所推出的影视商品 是没有什么道德的价值 也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 是吧 然后第四 就是年代 因为每个人玩电子游戏机 日玩夜玩 再加上这些影视两炮小鲜肉 明星偶像 是吸到 喂 他大条道理 就动你 再加上财富垄断 一个郑爽 我罚你 你可以拿三亿 那我问你 那月入 一千元那六亿人 作何感想 好了 廣告再说 指点江沙 笑傲江湖 光明嶺 陶杰 爆偉冲 所以大陆这一场 全国性的 叫做 不要说是变革 叫做 经济文化结构的 重整的运动 是吧 为什么我不会叫他做文革 这个词汇 是要小心形容 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很独特的灾难 而且 它来龙去墨很复杂 是吧 因为如果用回政治的角度 文革背后是一场政治斗争 不只是表面上一些 对于 旧社会 旧事物 的一些 毁灭 或者 灭绝 或者文化上的一种 剷除 但背后是一个政治斗争 所以现在 你未去到这样的层次 未来 因为文革 你要知道 你一件事 要成为一个文化大革命 必定有几个不可划决的元素 第一 一定要有一个 有上帝权力 和地位的 叫毛泽东 第二 为什么毛泽东有政策文革 要是1966年 因为他有一个对手 叫做刘少奇 是的 这个刘少奇 是操控整个中国 全国的政务官僚系统 而刘少奇 毛泽东觉得 是威胁他的权力 因为 刘少奇 将会成为 他认为中国的黑路晓夫 在他死后批判他 所以毛泽东 就要将以前的林彪 请出山 拿着把枪 但这也不够 他还要拉拢周恩来 站在自己那边 因为下一部 它打烂成国家的行政管治机器 如果那时柴米油盐 煤矿时的生产 没有办法维持 就会形成另一场灾难 好了 然后呢 他就去移动 刘少奇 邓小平为首 这个国家统治机器 要处置这几样东西 才有文革的初心 没有错 焦点 你又知道 即动机和行动 你有把枪 林彪出山 都没用 那难道你在全国内战 毛泽东说过要内战 但其实他不想也不敢 那又怎样呢 就在全国发动红卫兵 一发动红卫兵 是相反 不用你们上学 不用考试 然后个个串联 然后毛泽东个人崇拜造神运动 即刻在全国工厂学校各单位 是点火而且极为有效 这些齐了 然后再达到目的 中间的过程造成一个什么破坏 种种是match 这个才叫做文革 如果不是的话 就不是文化大革命 是 就是另一种 叫做全国这些 叫做结构 不知道 因为这个不知道 很暴力 因为文化大革命 好到最后是很暴力 现在到这个跡象 是否会用到暴力 还有他怎样执行呢 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 他都知道无法执行 所以他用一种很极端的破坏来执行 但这些因素到目前为止 在大陆是看不到的 好 新闻